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了166点 收盘指数9916点 跌幅1.65% 成交金额萎缩到1137亿元 而OTC市场也是重挫了1.52% 大跌了1.98点 收盘指数128.01点 成交金额326.55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重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那么G20的高峰会后 终于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暂时休兵 但是全球只乐观了一天 之后看到了美股的重挫 引发的是亚洲 欧洲都非常的担忧 担忧未来的其实有很多事情 包括了未来的前景 当然也包括美中贸易战 似乎这90天的暂时休兵 并不是长期的 这么看待 重新早安 大家早安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 G20的高峰会的一个 就是中美的一个协商的结果 就是暂缓提升关税90天 为什么会只高兴一天 我个人的看法 是因为看到美国对于 这个几个要求 包括像什么制裁权 包括像是什么生产制造 还有禁止中国对相关国内厂商的补贴 都通通不准做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想这些要求有一点点为难 就对于中国来讲 这些是本来就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们 比如说一直被人家诟病的那些 所谓的窃取商业资料这种事情 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承认 说他们有没有做 或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美国对中国的这些要求 我觉得站在中国的立场 当然可能有些 应该叫做肃难从命 我可能这么认为 所以当大家觉得这些要求 都有点困难 都有点难度的时候 所以他们会认为说 那这个最后90天之后 可能还是无疾而终 所以在整个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 庆祝行情可能就只有一天 但是在台股的部分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从上礼拜开始 我们就认为说 选后其实应该慢慢慢慢 趋向于多方的格局 原因是因为指数的部分 或许会因为国际局势的一个变动 而有所震荡 但是个股的部分 从最近这两三个交易日 可以感受到 那种中小型股活蹦乱跳 或者是业内主力回头来 去做买操的这一类的情况 又再度的发生 这个你在选前就一再提醒了 是 原因很简单 就是时间点 因为在现在已经是12月6号 那距离今年的年底的作战 大概剩下不到20个交易日 不到 不到20个交易日 大概两个礼拜多一点点 这个时间 所以其实对于内资来讲 作战已经是见在前上的一个事情 那之前因为选举的关系 因为国际股市动荡的关系 有不少的个股被压缩 被压缩 所以这边开始会有一些 往上去做一个反弹跟走高 可以观察到连过去最弱势的被动元件 那么在这个礼拜 都有蛮不错的一个反弹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说 以目前来讲 投资朋友手中的一个持股 如果你是之前已经修正一段时间 可能过去两个月 或甚至三个月 它都是在修正的这类 已经到相对低档的一些个股 如果它还没有弹 你不要急着卖 你不要急着卖 因为在接下来这个类股 在轮弹的过程当中 你的手中的个股 应该会有机会做反弹 所以都会谈得到 我认为都会谈得到 都会谈得到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在二月底做完这样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月份 那是今年的过年好像比较早 好像在二月四号五号就准备过年 那最后几个月就大概落在一月底 一月二十九号三十号这几天 那所以呢 马上就接着就要进行这种 农历新年的一个 这种我们俗称的抢红包行情 所以可能在个股的一个规划上 有可能是十二月份的 俗称行情连接到农历新年的 抢红包行情 所以觉得现阶段 在个股的一个表现上 在个股的一个操作上 其实上会远远超过于 在对指数的一个观察 这个是我对现在台北股市的 一个看法 所以我以大盘而言会容易受到 国际的金融市场的波动 所以你觉得大盘不见得能够抢 但是有一些 如果是以投信为主 作葬或者是抢红包的个股就有机会 对 这要完全分开 没错 你可以观察到 其实在加权指数这边 季线的反压还没有成功越过 可是在OTC已经成功越过季线 OTC指数已经成功越过季线 那这个事实它背后反映的就是 其实中小型的一个个股 它对于上涨的表现上 好像是优于这些中大型的全职股 OK 好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而且OTC的月线跟季线已经非常接近了 对 也就是说换句话 随时有可能会出现 例如说就是 更进一步的这种所谓多头均线排列的一个表现 OK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 第二个您刚刚所提到的头信 对不对 对 如果朋友们你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当中 这个头信的这些所谓的买卖超 你可以发现到 先从卖超开始看 卖超卖超哪些 卖超很多的金控股 玉山金 第一金 台气银 这些还有卖超远传 台湾大 中华电信 卖超 中钢 OK 他们卖超这一些的标的 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明显的族群性 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大型的全职股 而且像电信三雄 他们在这边大卖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认为现在不需要去做避险了 他们必须要把之前放在电信三雄 这种电信股的资金避风港的资金抽出来 那他们对这些资金避风港抽出来资金 他们放去哪里 很明显的 他们全部都放在那一个 所谓的中小型电子股的一个身上 包括之前所提到的致意 还有一些跌生的一个股票 包括像是金元电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标的 中小型股的一个部分 甚至像星星电 这类的标的 他们最近都有在去做持股的一个回补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看得到 在那一次就现在投信法人这一块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重兵压开始调整 从原本的避险的需求 传产龙头或电信全职 压改为这种 我们俗称的这种中小型的一个电子股 那会这样子做的原因 当然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是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基底或者是说年底要去作战 那这样子选择的个股 当然你其实大概一两个月前 就开始告诉大家说 从传产转为中小型的电子 从金融转为中小型的电子 那但是以中小型电子来讲 还是有产业的类别 一些或是我们怎么去找出 投信那只法人 才刚刚开始做的个股 因为他如果做很久的话 他如果投资手上持有很久 他也随时有可能结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出 我们真的看到他已经开始布局 而且是刚开始没有多久的 好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这其实关系到 接下来一个礼拜的 这一个关盘的重点 如果说从最近这一个礼拜的买超来看 我们发现到像是星星店 这是最近这个礼拜买超排名第一名的 事实上星星店他这一波已经涨了一段了 那他也是投信在10月份 10月底11月份开始就做买超的 所以这种个股就是刚刚凤星所说的第一类股 就是他已经买一段时间了 那这种个股我觉得如果说有拉回 但发现投信他并没有出现太密集的卖潮 可以稍微去做一个就是低阶跟布局的一个策略 就是这一类 那对他说星星店之外还有包括像南店 还有包括像是南茂这一类的 那才刚刚新回头买的 例如说像金店LED的2448的金店 是刚刚才回头买 那还有像是2481的强茂 甚至像是矽金元的部分 最近这个礼拜也开始回头买 包括像中美金 包括像是合金 毕竟他们还是有一点基本面的获利存在 那还有就是像是被动元件里面像是华星科 好像是这个奇力星国具这一些 他们有在回头去做买超 那有一些是属于瓶盖类的 也是之前卖的很多 但最近回头买超 瓶盖也可以 有有有 你看到像是鸿海 甚至像是这个锦硕 这些都是这种所谓的瓶盖相关的一些个股 他其实在这阵子还像华通 这都是以前头星很爱做的标的 他都终于在最近 已经拉回修正两三个月之后 他回头再买超 这些其实是可以去稍作留意 那传三股不是没有 有些真的跌太深了 包括像是台剧 雅剧 还有像是这个连城 这一类的是属于破断是跌太深的 那可能我个人预期 因为每年的第一季 明年的第一季 每年第一季都会有这种税修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可能在明年的第一季 这些低位节的说话 因为税修的题材 他会有机会去往上做反弹 所以这边其实也有看到内支 在这边去做一个布局 好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这一些都是反而到了 所以你的挑选 刚好挑选的这一些 它其实跌得很深 也不见得真的有利多消息 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到投信 大概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吧 开始布局 所以你觉得有机会 对不对 其实我们常讲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 因为紧接着大家对于 今年的EPS的评估就会出来 那对于现在 它所对应的股价是不是低估 我觉得投信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众英财富分析师陈伟泰